所謂的第一台新站是十七點三十分 往台北東山山六五幽馬之強 本車車有款式戰標 不知道本車車裡是經濟內盒不要上車 本車車向民造戰士草野出現 特地公平的戰勝 首先感謝特地公平 不避難台東站 台灣站 台北站 一切平安損失 他是台中車站站長葉仁和 每天七點多上班第一件事 就是向行車室樓上的土地公祈禱一天平安 不過最近他的願望也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上次這個大鷹架這個 以前我們本來都不同意他們打 因為怕會危險 危害到我們的體育 後來我們就是後來大鷹人 我們也請旁邊幫忙 這樣 旁邊全部都是 戰戰兢兢 終於台中鐵路高架化算是完工了 火車站搬遷 而這個老車站則會被留在這裡 如果我們這樣走一趟來看的話 其實台中車站前後非常多的地方 它的鐵路其實都已經立體化了 所以雖然鐵路真的是走高架化 但是這個舊的鐵路廊道在地有很多的聲音 是希望能夠把它保留下來的 變成一種鐵道的文化的廊道 所以它不會只是單獨的移動建築而已 超過一百年日本時代建造 自由古典風格的建築 外牆甚至以台灣水果點綴 這些列進歷史課本的敘述 離我們有點距離 不過他阿翁塞 一個老擦鞋匠 則是親身陪著老車站 走了六十幾年的時光 我來三十八年來 五家庭車 只有一間風雲客運 還有國公的 那後站 有勤勉車 加 離貫離車就對了 六十幾年阿翁塞講起來好像一眨眼 老車站就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但其實老車站也曾經差點 就留不到今天了 九二一那一天晚上 因為我職業班 一搖以後一點都趕快 那時候我們的修儀室是在後站 衝到前站一看不得了 天花板掉滿地 天花板塌了可以修 柱子舊了可以重新上漆 不管發生了什麼事 老車站與員工總是靜靜地服務著每個旅客 問路找月台 失誤找領 一分證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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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尋找儀式品的時候 幾車級要通知了很緊張 結果真正找到了通知了 到現在還沒有來領 將近二十年了 一晃眼這麼多年了 再一晃眼 老車站不再有火車經過了 月台不再擁擠 也不再有火車停住 那些老時光裡的故事 還會留下多少呢